屏 屏...它下面是寫排擠 有些明明常常可以看出來 你可以去查一下 應該有人會有辦法把它試文試出來 然後告訴你哪邊是弄掉的 哪邊是它留著 弄掉的字是什麼 這應該有啦 我懶得去查 反正等一下又要化掉 這個... 不曉得東西啦 我也不曉得它寫什麼 自己去查 感覺是這樣子 但是感覺通常都會犯錯 我寫完它的目的是要把它化掉 這個化掉化掉 化掉的 所以... 隨便寫 反正就是要化掉 那你說你幹嘛那麼執著 沒有啦 反正就抄一次嘛 體會一下人家的感覺 化掉的感覺 你自己在寫 草稿不會化嗎 還不是化得亂七八糟 有時候我比較強調說 靈鐵的時候大概 不改變它的格式 那麼稍微體會一下它當時的心情 那種煩亂 然後寫這些 有點生氣 憤怒 越寫越激動 然後不小心寫錯 然後又有改啦 這個都是 心情一種起伏啊 有人說 只能表現出精神 其實不太容易啊 不太容易 顏真卿多少有一點啊 剛好它的故事大家都了解 所以很容易就自己把那個情緒帶進去 那別人寫字我們就不知道啦 有人可能閒閒的 有人寫起來是瀟灑 有人寫起來苦悶 都有啊 但是我們就看不出來 那到底要從文藝來判斷 有時候比較難從字去判斷 所以就找一個外國人來看 這個人是 這張作品表現什麼 可能看不出來 哇這個 我就寫到最後都不會寫 因為它這種字很怪啊 擠牌 因為真的是撿到一個 它當時不在想什麼的撿法 把它撿到 跟現在不一樣 有肉字 作惡 下面則 這個 尊 這個尊貴貴的 都不 都 不太正常 尊 尊怎麼會這樣 不過有點尖生到 看不懂 擠 外面少了一個向下 咦 擠 向下 剛才應該是下裂還上裂